好 你看了没 鱿鱼游戏 很多人很好笑 最近听说连梗图都出来了 比如说碰饼的梗图都出来了 连柯文哲也在那个 等于是有一些梗图 很多人都疯了 我自己是听了以后 我大概一天就追完了 我不知道网友可以留言一下 你追了没 然后追了感想 还有你们大概是追了多久的时间 把9集给追完 好 你看了没鱿鱼游戏 很多人搞错名字了 还有人就想说 是虾子游戏话 花枝游戏 鲜鱼游戏 螃蟹游戏什么海鲜都出来了 真的人家是鱿鱼游戏好不好 好 这部片报告 我们整集要分析了2% 到底为什么它可以在全世界 都在讨论这部片呢 其实鱿鱼游戏这部片 这个导演其实 就是在10年前就把这个剧本 就已经写好了 但是它就一直放着放着放着 到10年后才开拍 那这个呢 游戏其实剧名是有 是源于一款南韩童年的怀旧游戏 类似于这个游戏 可能是我们台湾人没有玩过的 类似有点像跳房子进攻的 那个进阶版 那这部片呢讲到的是 其实韩国社会底层的人物 为了争夺奖金参加 绝命大逃杀的游戏的故事 有李正仔 然后蒲海秀 还有一些等等的演员 上线之后呢 真的是登顶了66个国家 Nefus的排行榜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片 这部片的宣传影片 正式的官方宣传影片到底是怎么样 这部片的收索 在游戏团队里面的 一位 这个 championship 这部片的宣传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到這個魷魚遊戲的 這個官方的這個影片哦 大家是不是覺得 如果你看了應該覺得 心有七七焉啊 尤其是那個玻璃 最後那一關那個玻璃 就是跳玻璃那個遊戲 很可怕 還有一二三木頭人 一二三木頭人 如果你停了 不知道小時候 大家有沒有玩過一二三木頭人 停了以後 這真的是生存遊戲耶 你如果動了一下 你就是直接死 那個娃娃就 一二二三木頭人用韓文獎 然後他就是一個雷達 你知道嗎 我們這一集就是要爆雷 沒關係 對 然後他就回答 那個眼睛一回答一看 欸 你看哦 他就會直接就是開槍射你 他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一個 呃 如果我們再打手遊好了 他是一個 真人版的生存遊戲 真的讓人家覺得 嗯 滿血腥的 所以他是十九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彈珠遊戲啊 一二三木頭人 其實我們玩過的這個 呃 呃 呃 這小時候的遊戲 呃 我自己覺得裡面 那個彈珠遊戲是非常的 就是最殘忍 如果說這麼多遊戲 我覺得他 是不是蠻殘忍的一部 就是一個遊戲 因為他當初就是 他要選擇一個好朋友 一個 team 組 team 他但並沒有告訴你規則是 你們是兩個人當中必須要有一個人生存下來 所以有一對夫妻最後 就他們是一個 team 他們想說啊 組這個團體遊戲 結果沒想到 是你死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其實這部遊戲 這個由於遊戲講述的 這個怎麼講 這個有這個 呃 這部片喔 我個人覺得 他有一點像是 參加一場大逃殺遊戲的概念喔 可以掀起這個全球的這個旋風 其實無疑呢 就是演員也非常的重要 包括就是可以 這部片最重要的這個 這個隱喻就是逝者生存 我剛剛提到的生存遊戲 就是真人版 如果你有就是生存遊戲 如果你沒有就是逝者生存的話 你就是死掉的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獎金呢 其實就是誘人的獎金 他就是電玩裡的生存遊戲 這現代真人版 誰能活到最後呢 誰能講就能拿到最後一筆獎金 遊戲當中呢 像我們看到的 都是就是孩子們的遊戲 但是呢 其實他是在講述一個 學會階級社會生存理論的一個過程 你要知道 韓國的階級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呢 編劇在這個真人大逃殺的遊戲結合 非常的亮眼 同時呢 遊戲可以被解讀為一種 衝擊療法 換句話說 如果說這個遊戲呢 規則適用於到社會 有人因此會被犧牲 而且呢 我跟大家講喔 這個 這個男主角陳其勛納 得以持續生存下去的理由 並非善意的選擇 只是他剛好運氣比較好 事實上南韓社會的規則 就是如劇中的 這個遊戲一般簡單 遊戲如果就是會分出勝負 但問題不在於此 而在於勝者可以坐擁天下 拿到那個獎金有沒有 在那個聚集當中 可以拿到這個獎金 敗者呢 卻是一無所有的環境 由於遊戲為什麼會這麼紅 十分的精準 詮釋了這一點 因為有人評價說 這一部就是真實的揭露 韓國社會的現實的殘酷 也有評論家認為 這部作品其實表面上 是以遊戲作為題材 實質上呢 卻是透過遊戲洞察社會 跟資本主義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他的成績 目前是如何 我們看一下CG圖 他目前呢 蠻厲害的是 韓國首爾9月23號 Nephes原價呢 等於是說 Nephes的南韓原創新劇 近日全球爆紅 先登頂了南韓 跟美國14個國家的排行榜 現在呢 包括美國福布斯 引用這個投稿呢 說這是Nephes作品當中 最奇異最富有魅力的 一部片喔 紐約的郵報呢 記者則是稱之 他是將新鮮創意 昇華成驚險懸疑的神劇 法國的這個電台的記者呢 則是盛讚喔 韓劇也擺脫了舊模式 打造出了懸念 我們連線一下 這個你可以看到 Nephes現在是第一名 大家看到這個部分 本是第一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